站在这个天津卫视的这个舞台上啊 您知道我心里琢磨什么吗 哦 您琢磨什么呀 我就琢磨我今天这妆画得怎么样 哦 我这头型留得如何 我应该是三七分呢 我是四六分呢 您哪 嗯 最好五五分 中间再来一道雷劈的风 那晚上好看吗 嗯 好看 电视剧里汉奸都那样 你看这出言不孙 你这 什么叫不孙呢 真真没有包装的必要了吗 这大伙都乐了没什么必要了 要是在颜值上没有包装的必要啊 嗯 生活中咱得讲究啊 哦 那生活上你怎么讲究 这是就是跟一般人不能一样 哦 尤其跟一般说线的不能一样 首先来穿来说吧 哦 那您生活中怎么穿呢 生活中啊 嗯 上身我要穿一件玫瑰紫色的羽绒羊毛棉被心 到底是羽绒羊毛的还是棉的 就是一样塞一把 啊 透着那么讲究 这是穿上 这是穿 那吃呢 吃更讲究的 嗯 不能跟那一般说线似的 哦 苍蝇馆 苍蝇馆 路边摊 哎呀 大拍档 啊 咱得是西餐 哦 您吃西餐 顿顿西餐起步啊 那您西餐都吃什么呢 法式狙犀牛 狙犀 你狙得动吗 犀牛啊 狙那个牛 人都吃那蜗牛 狙蜗牛 哎 法式脂肪肝 对 您不嫌腻的啊 脂肪肝 鹅 鹅肝 肩鹅肝 哎 牛 哇 哇 这嘴都改着喷呼气了 十二分熟大牛扒 十二分熟 加俩土豆 哎 您这就是土豆炖牛肉 再来份意大利素炒饼 我饱了 行了 行了 不是有这么吃的 这叫气迷心 他看别人过这个讲究的生活 他心里生气 哎 我呀 开车 那更讲究 哦 出行 必须得是品牌车 名牌车 跟其他说下的 凤凰啊 永久啊 飞鸽啊 不开 哦 您说那是自行车 咱必须是家常的 什么车 黄大发 哎 这黄 面包车 十好几截 这我出去拉活 我都放美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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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不不不不 行 歇会吧 好吧 十好几截的黄大发 您开着 您怎么不开着地铁二号线出来呢 那也是黄色的呢 你不懂 这是我讲究的人设 您这是讲究吗 您这叫穷讲究 您这样纯属于是浪费时间 浪费金钱 浪费生命 你看看 这毛病还不少 听了您这番话 我还真有点感慨 那您说说 我想起一首童年的民谣来 哦 什么民谣 再也不能这样活 一惊一乍的 再也不能这样过 生活就是前思好想 想好了你再做 这就对了 再做 这嗓子跟野驴一个味 我呀 争取带着我的作品 走上各大媒体 并成功登陆 咱们天津卫视的舞台 您现在不已经站在 天津卫视舞台上了吗 我已经站在 天津卫视的舞台上了 是啊 那我就得好好琢磨琢磨 您琢磨什么呀 我这发型是三七分的 还是四六分的 又充讲究人了 好 谢谢 谢谢四平 李国敬 谢谢 来 请回 黄敏姐姐觉得 刚才这段怎么样 笑得这个有肝蚊出现吗 你也得给我 白面膜 你觉得这段 是真实会存在的吗 身边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充讲究的人 对 有点这种感觉 太有了吧 应该 其实得充讲究 我觉得跟这讲究 关键就是还看 你是不是真能品到其中的文化 你要真懂了 钻进去了 这讲究 这就有意思了 这就不叫穷讲究了 这讲究就富有起来了 对 至少你精神上富有起来了 其实就是有些讲究 可以比如我在台上 怎么样说话 怎么样吐字 怎么给观众交流 这些讲究很重要 但有些讲究过分了 他也算穷讲究 你就比如说 就像我觉得一般专业的演员 都是敬业的 这也是对自己的职业的讲究 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是穷讲究呢 你好比我要塑造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他的头发就可以乱糟糟的 可是有的演员 其实他是不允许让自己 在形象上面有破坏性 他认为这是破坏性 但其实那是塑造性 就是这种我认为就是穷讲究 他在讲究自己 而忘了他要干嘛 明白了 就是其实他没有真正进入到角色当中 他还是他自己 我得这样 我不能这函程让人看见难看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穷讲究了算啥 穷讲究